沒有必養 沒有特別必養 沒有啦 沒有巴黎寶 百分之百沒有 直接回到家就變太熱 浮宇薇任巴黎心沒啪啪 不完成聽醫生子規劃 因為剛好在先工作 然後之後就開始有自己的行程去走 那第一次真的是看奧運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 人生就是一定要看一次奧運 浮宇薇在實境節目上傳了各位 擔任隊長表現亮眼 他接受連放石頭漏 跟老婆陳婷妮在巴黎度假一個月 那兩人做人進度 那你們兩個有要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嗎 啊不會啦 還沒有 啊不會啦 那時候以前要說蜜月玩 就是再跟我們吃寶寶 誰 You 沒有啦 現在是有時間的壓力 年齡 對啊 時間啊 有時間壓力所以你要自然收入 還是要去人工 自然啊 你可以新生或不會新生的生產也會生產 你看我幹嘛 那你們巴黎這一趟就有什麼東西 沒有啦 沒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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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巴黎這麼忙都沒有忙 巴黎就是要好好地享受 他巴黎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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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然後要看比賽 有時候有巴黎寶寶的 沒 欸如果有巴黎寶寶的話 絕對不是他吧 蛤 如果你說巴黎寶寶 欸 欸 沒有啦沒有巴黎寶寶 絕對沒有 百分之百沒有 直接回到家 不要這樣 別太樂 好想 景象毀於今天 應該是就是都會想要啦 就是要選好一個 選好一個時間 時間點這個也很重要 一定 有時候都可以這樣 會特別必 沒有必 沒有必啊 沒有特別必 所以如果有的話會去 會在美國再搶嗎 還是在台灣 我覺得應該會在台灣啦 我對美國現在有點 有點有點 陌生 只是我們也要想清楚到之後 有巴黎這個 我們生活的習慣會 大改變 我們一個心態也要 要做好準備